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辖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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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情境科學教材 讓每個孩子 學會像科學家一樣思考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福德國小 陳英文老師 這堂課當中 我要讓學生 能够从肝影的记录来反推太阳的方位跟高度角 那想要知道太阳的位置 除了使用太阳观测器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肝影记录 找出太阳的方位跟高度角 在这堂课当中 我希望学生能够透过小组合作 然后正确地操作实验器材 在本次的课程中 老师将课程拆解成四大部分进行 一开始的十分钟 老师会播放LS的影片到主角完成任务的段落 借此引起学生的学习动机 并对于这个单元有基础的了解 第二个十分钟 老师先复习方位、高度角 即影子和太阳的关系 第三个十分钟 示范用肝影装置测量太阳位置的方法 让学生实际操作实验 由肝影记录找出太阳的方位和高度角 最后十分钟 老师会给学生一个闯关表单 作为实验收尾 再透过LIS影片的延伸问题总结课程 好 我们今天呢 要来看这个LIS的科学探险队的第二集 诶 明明已经把太阳能板装回机器上了 却还是没办法让电力恢复吗 重新装设时 一定要精准地对准太阳才能启动 我想到了 我们可以用方位和高度角的概念 把明确的数据输入进去后 应该就可以让太阳能板对准太阳了 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刚刚 为什么太阳能板浮起来装上去 却还是不能发电呢 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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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他要精准地对准太阳 那我们要 精准地对准太阳 那电脑里面要输入什么参数来表示 太阳能板 好 只要这两个参数 老师在确认学生抓到影片重点后 接着复习方位和高度角 帮助学生更加熟悉这两个概念 学生在四年级的时候 月亮单元其实已经学过了 要观测月亮要有方位跟高度角 但是那个高度角呢 过了半年一年以后 他们好像印象不深刻 他们甚至会说 高度角有超过90 100的 平常生活中 也除了天体没有用到高度角 一般就数学课测量夹角 和平面上的角度 那高度角是立体的 所以我在这堂课开始的时候 有在帮他们加强复习一下 想一想你四年级 学月亮的单元的时候 是怎么样测量高度角 月亮的单元 我们想要知道月亮在哪里嘛 要用什么材料 好 指南针 要用指南针辨认方位 对不对 有一个很像两角器的 这就月亮观测器 好可是月亮观测器 可以测高度角 但是可不可以用来看太阳 不行 对不对 眼睛会花掉啊 太阳的光线太强了 不适合直接用眼睛观察 有太阳就有影子 我们就可以用影子来知道 太阳的方向 他生活中最常观察到自己的影子 是有角 连着影子是连着角的 这样是比较好想像那一条 只像太阳的那条连线 所以我用阿财的影子的这个图片 来补充说明如何测量太阳的高度角 好现在这个角色是阿财嘛 对不对 他的影子在这里 那太阳在一二三 你觉得哪个位置 在三的位置 为什么太阳会在三的位置呢 在相反的地方 相反的方向 如果影子在西北 太阳在哪里 东南 东南对两个字都要颠倒 所以你从影子就可以知道太阳的方位 知道方位以后 要知道太阳的高度角 那太阳的高度角要怎么测量 在复习完方位 高度角 即影子和太阳的关系后 老师开始引导学生找到高度角 并实际示范测量方式 而在课堂一开始播放的影片中 也有建构高度角概念的段落 可以帮助学生在这个阶段回答出答案 那太阳的高度角要怎么测量 那个太阳斜下来 然后到它影子那边 然后那就是那个形状 哦 太阳斜下来到它影子 然后看草地是地平线 草地是地平线 好 测量它的角度 所以要测量这个斜下来到草地之间的角度 从头顶到影子的末端连线 拿凉角器来凉 好 怎么量呢 一 二 三 四 八 数学有量过角度对不对 量角器的中心点要对齐 对不对 对齐角的顶点 好 这样量就是太阳的高度角 好 等一下呢 老师会给你这个实验装置 好 请你用这个装置测出太阳的方位跟高度角 好 在这个实验当中学生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这个棉线它会缠绕在木棒上 如果缠绕在木棒上 它测量出来的高度角就会不准确 还有呢 它如果知道棉线要拉直 它有很可能会拉得太紧 那木棒如果倾斜了 高度角的测量也会错误 好 所以有三个点是要特别提醒学生的 就是木棒垂直立在方位盘的中心 棉线不要缠绕在木棒上 要拉直到影子的末端 然后两脚器中心垂直立在影子的末端 那像这个实验呢 可能都要小朋友分工合作 有人立木棒 有人拉线 有人拿两脚器 然后有人负责帮忙记录 在学生开始做实验前 老师会先示范测量方法 降低学生操作错误的可能性 有一个人要帮忙扶着木棒 它会倒 木棒垂直立在 方位盘的中心 有一个人呢 要负责拉线 请问这条线可不可以缠在木棒上 不行 缠了就会变 高度角变小嘛 所以你要把这条线完全打开 最好连一点点碰到木棒都没有 好 打开 然后呢 另外一端去拉到 我们要测八点 就是八点这个打叉叉的位置 两脚 还要有一个同学拿两脚器来测 棉线到桌面的夹角 再一个人 所以四个人都有工作 再一个人请填八点的答案 我们第一轮先测八点就好 各组的组长请出列 我会让他们先做某一个时间点 例如我让他们都一起操作八点 然后把记录纸收回来 然后观察原来学生都会直接看影子的方位 去记录太阳的方位 例如影子在西北 他们就会写太阳在西北 但是有了一次错误呢 他们就会记得很深 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点 要太阳的方位是在影子的反方向 小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掌 有组掌 课本掌 席座掌 平板掌 还有整结掌 然后因为分了掌 他们就会尽责地做自己该做的事 然后我们的空间也不大 所以我就会把后面是课本席座 然后旁边是平板 然后前面会有实验器材 那这样在上课进行当中也比较不会打结 也比较顺利 老师除了在实验前会示范操作外 还会在实验过程到各组寻试纠错 不要拉得太紧 小木棒歪掉了答案会不准 垂直 两脚器垂直 好的 请交来给我 环实验器材安静坐下 8点的时候高度角应该测量出30 然后呢方位当影这个方位最容易错 影子在哪里 西北是影子的方位 题目问的是太阳的方位 反方向在哪里 东南所以东南30 来看一下各组的答案 全部都西北 西北 西 西北 那记得这里有写哦 太阳的位置 好 是在不是肝影的位置 没关系刚第一轮 后面呢还有二四六八格八分哦 组长再来拿 你这个线放旁搐放了 这个不转 要让步棒转过去 对不对 然后呢 不能拉 你拉 太挤了 步棒不能斜 好 这样挤过 对对对 好 有一张已经在我这了 143 好 143 好 下午的时候影子到了东北 表示太阳在西南 好 有没有变厉害了 好 高度角呢 就比较难测了 有人拉得太紧了 好 高度角30 50 70 50 30 好 来对一下答案 好 这个有点太小了 可能棉线缠住了 对不对 好 再来中午12点是南边70 太小的就是棉线你可能缠住 或者是木棒拉斜了 不错 正确率很高 因为我们的器材很小 很容易有误差 到操场做你的影子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做错 好啦 再来那个刺激的环节了 拿到平板呢 扫描QR控 最后通关要给我看这个画面 平板掌 来去领平板 做完实验 老师给学生一个闯关表单 增加课堂趣味性 让学生跟着主角破解任务 为实验收尾 为了确定学生能够活用课堂知识到不同情境 最后老师透过LS影片的延伸问题 进行课程总结 我并定在设计战争龙角游戏 坦克呢 如果想要击落空中的战机 高度角啊 是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你知道 在这张图里 要怎么找出战机相对于坦克的高度角吗 拿一条线黏在战机上面 然后呢 我拿那个凉角器回去 拿凉角器凉角度没错 但是 凉哪 地平线跟原线 所以 就是这个战机的高度角很好 下一节呢 这个是第二集嘛 下一节我们会看这个第三集 日出日落时间与四季 在进行实验的操作和探究过程 需要比较充足的时间 所以一节课如果太赶了 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成为两节课 那可以让每个小朋友都有操作器材的机会 然后针对问题也可以再深入的讨论 我上课的时候是选择把影片 先播到一个段落 然后那个段落是够长的 因为小朋友很不能接受 影片看几分钟就按暂停 他们都会大喊 不要停 我大概一段影片 我就切个两段到三段 然后影片看完再来讨论影片当中的内容 那如果呢 是出任教师呢 建议可以按照简报当中 影片的步骤 一步骤的引导学生 今天的课程 老师透过LS的影片 让学生跟着主角 一起测量高度角解决任务 希望这次的内容可以帮助各位老师知道怎么教太阳高度角 并实际带学生进行实验 想更了解太阳高度角观测这个单元的课程内容 欢迎到LS官网下载课程简报 也可以下载实验记录单 公版的肝影记录表 以及特制两角漆列印档 到课堂中使用哦 能量 这一步 一步 至于 毫